第1506集 买一送一 喂 你在哪儿啊 一接通电话 拓拔千万就非常着急地问道 我已经回汤州了 怎么了 莫小一听着有些不对劲 问道 那个李源日回来了 正在我姥姥家住着呢 赖着不走 非要我姥姥跟她去一趟宁夏 你说老太太都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可能啊 要是这一路折腾病了 怎么办啊 拓拔千万问道 去宁夏 去那儿干嘛呀 莫小一听 好久没这家伙的消息了 还以为她死了呢 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 说是去找宁夏的亡灵 那地方干得连草都不长 我姥姥都那么大年纪了 你说怎么办啊 报警啊 报警抓她 我倒是想报警 但是也不知道 她给我姥姥吃了什么迷魂药 老太太居然要跟着去呢 你快点想想办法吧 拓拔千万都快带着哭腔了 哎呀 这就没办法了 我以为她是挟持老太太去的 那老太太要是自己要去 那怎么办 那实在不行 就当旅游了呗 你说的精巧 这么热的天 你去哪儿旅游啊 不行 要去的话 你也得跟着呀 你不去我就跟着去了 我去也可以 但是我老师今天早上刚去室 我正在忙着给她办后事呢 能不能缓几天 缓几天啊 一周行吧 一周基本就办完事了 入土为安就好了 我就陪着他们去 怎么样 这跟着你说的 到时候你不去 我就自己跟着去了 到时候我要出了什么事 有你后悔的 不可能 我怎么舍得你跟着去啊 李源日那狗日的 可不是个好玩意儿 他要是打你主意怎么办 坚决不行 你知道就好 挂了电话 莫小鱼的眉头都快凝成一个疙瘩了 李源日这么着急去宁夏亡灵 这小子难道还真的有本事穿回去吗 这不太可能吧 要是知道怎么能来回穿越 那去古代 买点古董带回来 这不就发来啊 正想着呢 潘兴安说道 莫先生 我刚刚带话问了 还是长安园 他们新开了一批墓地 还是找原来的位置 这只不过呢 是新开了山头 你儿童也 咱们过去看看 行啊 这事办妥了 我就放心了 莫小鱼到楼下开车 但是上了车之后啊 他想了想 又给文玉山打了个电话 文玉山呢 对于风水研究的很透 带着他去 说不定顺便看看风水怎么样 虽然自己和郎坚白并没有真正的师徒之实 但是毫无疑问 莫小鱼现在的一切都得益于那套酒气 所以他从内心里来说 还是希望郎坚白走得风光体面些 这也是自己内心的良心使然啊 想着 莫小鱼就打通了电话 喂 干爹 您在哪儿呢 哦 我在家里呢 你回来了 啊 我找你有点事 我待会儿去接你吧 啊 你过来吧 啊 啊 好 你过来吧 电话里啊 文玉山咳得很厉害 这让莫小鱼心里一紧啊 这老爷子别出什么事啊 莫小鱼挂了电话 加快了速度 很快就赶到了文玉山家里 莫小鱼轻车熟路地走了进去 文玉山呢 正在喝茶 摇着蒲扇 悠然自得 这让莫小鱼放心不少 来了 坐吧 啊 茶都给你倒好了 文玉山说道 干爹 您多久没学大外了 莫小鱼喝了口茶问道 哎 好几个星期了 太热了 受不了 新来了个馆长 我看不顺眼 所以啊 就打算提前退休了 只是可惜了那么多的东西啊 还没修完呢 莫小鱼沉默 沉默了好一会儿 也没想好郎坚白这事 怎么和文玉山交代 哎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什么事啊 文玉山倒是先想起来了 问道 干爹 狼馆长没了 果然 正在摇着蒲扇的文玉山 愣住了 好一会儿才说道 没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今天早晨 我在身边看着没他 哎 那他也该瞑目了 好几次啊 我去看他 他都在嘟囔着你呢 说你忙 也不知道忙啥 也不去看他 这下好了 没念想了 咳咳咳咳咳咳 文玉山说道 哎 我这不是过来 想请干爹去帮他看看 看看墓地的风水 还是在长安园 麻烦您给他选个家呗 文玉山点点头没说话 站起身来去礼物换衣服 然后呢 跟着莫小渝出了院门 莫小渝呢 帮着锁上了大门 潘兴安一直都在莫小渝的车后面跟着 不知道莫小渝为什么来接这个老头 所谓的新墓地 不过是新开发了几个山头 但是这些虽然是新开发的 到底还是不如梅文化那个墓王厉害 这些小山头啊 看上去不过是原来主风的附庸而已 即便是这样 价钱依然不便宜 哎 经理啊 这是我朋友 原来在咱们这儿买走了墓王 这次啊 还得买一块 算便宜点啊 潘兴安的忙着去杀架了 莫小渝呢 则是带着文玉山啊 射接而上 慢慢的向山顶走去 虽然呢 赶不上墓王 但是也不错了 坐北朝南 空气好 这里啊 气流平稳 可以聚气 要是这个墓卖的话呀 很不错了 文玉山站在一个已经修好 但是还没有卖出去的墓碑前 说道 干爹 你真的觉得不错吗 确实是不错 我说真的 啊 那就好 那您就再为我老师再选一个吧 这个呢 我就送给干爹了 我也不会看风水 等到您百年之后 我还怎么再帮您选啊 再找风水先生 准不准先不说 不还得再花钱吗 莫小渝笑笑说道 文玉山文言说道 哎哟 你小子倒是会省钱的 真给我买下来 我可没钱哪 这是我孝敬干爹的 您教我那么多东西 一辈子吃饭的手艺 这点东西算啥呀 莫小渝说道 哎哟 算你呀 还有点良心 好吧 那我留下这个了 那就在旁边 给狼馆长选一个吧 我在人世 他是领导 我是被他领导 到了阴间哪 我比他高一节 我这才算是出了口气呀 文玉山说道